昨天,曾和郭彩杰、杨佑宁一起合作大卫卢曼的宽姐出席活动时,表示郭彩杰过年期间在拍摄由他监制的电影《时间差》时,情绪疑似不稳,常在片场流泪。 宽姐称,当时还安慰郭彩杰,玩笑说,你看我剧本这么感动哦。但现在回想起来,推测两人的感情在那时已经出现变化。 宽姐直言,两人是金童玉女,如果真的分手了,实在很可惜。 郭彩杰和杨佑宁因2011年合作《向前走、向爱走》而擦出爱火,交往折金三年,两人不时在网上放闪,彰显甜蜜恩爱。 外界还在期待两人好事将近,不了却突然紧爆分手。 举悉,两人是一对婚姻没有共识,聚少离多,导致恋情转弹。 近日,郭彩杰在台北工作,被直击脸又瘦一圈,难掩落寞表情。